断不开的魂结 行风告旧爱 所有的恩恩怨怨 就此结束吧 遭袭日爱人行风提告法院上见 全音节目上这段谈话 可是她像发了风一样 就拿了菜刀就逼着我 然后在四楼 她叫我要跳下去 前年五月母亲节 一人行风和朱慧珍的女儿朱安杰 疑似因感情因素寻短 朱慧珍上节目回忆女儿时 却意外爆料 行风曾对她家暴 激招行风继父性骚等情节 让行风奋而提告 甚至连名嘴年长欲在节目上 谈及此事也一并告 我是据实以报 因为我从头到尾正 一切都是事实 但是我选择原谅 因为Joanne都回来了 都告诉我妈妈要原谅 让社会大众知道 要好好的处理情感的问题 不要让下一代 受到这些人的伤害 她坚持告到底 所以我只能祝福她 尽管法庭上检察官力劝两人和解 但行风出庭时表示 绝对会告到底 两人都分手了近三十年 却意外因女儿寻暖再度碰头 现在却又因官司相连 我在庭上有说 我希望秦帝沈先生 从法庭走出去之后 我们再也从此不要再说 对方的好与外 从此就我祝福他的家人 董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待